計牌店前 黑衣男子不斷盯著一旁女子看 突然伸手抱住女子 女子被嚇得驚慌失措 趕緊向店家求救 那個男生一來 他是跟那個女生說 你怎麼在這 所以我以為是認識 稍微離開了 那個妹妹走到這邊 我說他真的是你哥哥嗎 他說不是 他不認識 同一天晚間 另一名26歲女子 走出家門買生日蛋糕 卻在路上遇到男子搭訕 女子當場拒絕 卻遭到男子攻擊 警方調閱監視器 懷疑兩起案件都是同一人 案件警方調查 終於將涉案男子 帶回調查釐清 有關前日晚間 女子外出貨物 遭陌生男子搭訕 被害人返去反遭傷害案 本分局隨即組成專業小組 積極偵辦 警方破大調閱 周邊監視器 及現地多方查訪 迅速鎖定涉案的男子 帶反提侵 取案偵訊後 依強制傷害得罪 移送偵辦 本分局在此呼籲 針對任何有發性的犯罪 除因注意自身的安全 定可開啟隨身手機 錄影應搜證 並立即致零近的店家 或住家求員 並且在場的協助報案 這件事情 已經造成了 機動市民的恐慌 希望警方可以 盡速地處理 另外 昨天提到的監視器故障的問題 也已經嚴重造成了治安死角 希望市政府可以盡速加速地提升 我們監視器妥善率 整起案件會曝光 是因為議員無話家揭露案件 想要揪出嫌犯 調閱附近的監視器 卻發現都壞光光 而且當天晚上不只一人受害 接連兩起事件 雖然嫌犯現在抓到了 但也讓民眾人心惶惶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